我给大家讲HU-101侧锡凉轨器 这款锁的开启方法 这款锁是十个尺位 五个尺深 下面讲工具的使用技巧 与开启方法 还是跟其他工具一样 首先测试尺位 推杆不加力的时候测试尺位 这款锁是 下面是一 二 五 六 九 十 上面是 三 四 七 八 这款车是向车尾方向开启 我们先点它的结根据结构不同 这款锁我们向车尾开启的时候 要先点 一 测试一 让过去二 也可以点二 但是一 五 九 八 四 这样去点呢 它就会开启的更顺利一些 更简单一些 用一 五 八 四 一 五 九 八 四 点完 它就是不掉了 这时候我们再开 二 六 十 三 三 七 三 四 五 三 四 四 七 八 一 二 五 五 六 九 五 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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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 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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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 十 三 四 七 每刀 上最后一个的时候 开启 推动 翘子 推杆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控制力度 给翘杆加力 这个时候推杆 在翘的同时 适当的回那么一点点 不然的话就翘不下去 这个时候开完了这个锁 我们现在开始读尺 一尺位是三 二号位是一 五号位是五 六号位是四 九号位是三 十号位是二 三号位是三 四号位是三 七号位是三 八号位是五 五 我们把 十号位记录下来 以便做钥匙 三 三 一 三 三 五 四 3 5 3 2 做钥匙的方法 就是把齿号 写到齿号 写到图里边 3 1 3 3 5 4 3 5是这里面 这个错了 5 4 35 32 我们连接这个线条 刚才画的 3 1 13 33 5 4 3 5 3 2 把这个多余的剪掉 或用送机做就不成这些问题了 剪两个 放一个组片 插里测试 如果测试好 修掌 修掌 这些齿的圆化过度 再复制一条钥匙就可以了 就该分了 6 9 9 11 9